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Bonnie 那我今天就來了 Matchstick Caf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原本想去costco 但可能天气超好 很多人出來買東西 排長龍 所以我看到隊伍我就決定 我還是走了 真的好好天氣 天氣好美啊 我看天氣報告是明天開始 就會狂落雨 下足整個星期 所以趁機會好好享受 這個藍天雨白雲 雖然買不到東西 但就是因為它這麼好天 我就很想喝Ice Americano 我現在進去Starbucks買東西喝之後回家啦 可以嗎? 可以嗎? I-Yeah it's okay I lik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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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早安 一星期推出兩條影片的話 其實我很想有一條主題片再加一條VLOG 但因為VLOG實在要剪的時間實在太長了 所以VLOG整天都出不及 不過不要緊 我們回來 今天是2月18號 8點32分 我們有咖啡 我最近開始做VLOG 我看很多影片都說 一天內一定要喝夠2000的水 所以我就開始用我老公的POP ICE的瓶 因為我家真的有很多 他經常在POP ICE買的那些 健身的飲品 所以經常都會送這些瓶給他 我家就有很多瓶 然後我就拿了幾個來用 其中一個就是專用來喝水 因為我喜歡他旁邊是有黑度 所以我知道 針到哪個位置我喝了多少 我可以很精確地去計算 我今天一天下來喝了多少水 當然啦 額外除了水之外 我不能沒有的咖啡 咖啡是我生活的必需品 剛剛就一邊看youtube一邊化妝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用的眼線筆 我最近收到Mercy寄給我的公關品 其實我在IG那裡都已經鋪過出來的 就是我收到他們這個FLEX系列的眼線筆 我覺得他的包裝真的很好 我覺得他們每次的包裝都是令到我經驗的包裝 還有我看到他最近出了藍色的包裝的唇膏 也是超美的 他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而這次的眼線筆包裝 和上次跟大家分享 Mercy的面系列的唇膏 包裝很像 實際的包裝是這樣的 下面這個位置 跟包裝盒的紫色一樣 之後他的蓋子 就是代表眼線筆的顏色 我收到三個顏色 一個是Heart Black 一個是Modern Brown 一個是Soul Brown 我最常用的是下面這兩支 Modern Brown和Soul Brown 我自己主要都是 習慣用啡色的眼線筆 黑色我就比較少用 而且如果我就算用 我多數都是畫內眼線 我才會用到黑色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用黑色的眼線筆 會令到我整體的妝 和整體的樣子出來 那個氣場出來 是比較兇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自己個人來說 就覺得我用啡色的眼線筆 會整個人的感覺 柔和一點 雖然包裝很漂亮 這三支 其實我第一次試色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我剛剛開 所以它比較有水 所以它的顏色會滲到我的紋 但上了眼之後 我並沒有覺得它會滲到我的紋 或者很難畫 那我現在就去沖水了 沖水之後 我沒有特別去擦 我只是這樣印走手上的水分 那兩支啡色 其實都印有顏色出來 那我現在就用這張濕的紙巾 去擦一下它 看看它會不會掉色 我擦完它之後 很明顯 這個Modern Brown是有掉色的 而黑色和Soul Brown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有點驚訝是 但是黑色是完全沒有掉色 其實我這次對它們的眼線筆都蠻期待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Mersy的唇膏 我最近又用這個Blur Fit Tint的系列 我最近很喜歡用的是BT 不再加BT筆 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我喜歡它們 塗上嘴的時候 那種感覺很舒服 很軟綿綿的感覺 而且塗完之後的磁色度 很高 所以超喜歡這個系列 如果你們在找唇膏的話 我推薦Mersy的Blur Fit Tint 其實前幾天我訂了一個 它是五天的活動 你可以在那裡學習 也有一個新的項目 跟人們合作 但是我錯過了它的 deadline 去交申請表 因為我的電郵 把這個郵件丟掉去spam 我又很少有去查spam的習慣 到我那天想清我的電郵 我才發現 他去了spam 但我已經錯過了 deadline 所以沒辦法 我參加不到 好悲哀 好悲哀 因為其實這些活動 真的很難找 如果大家看到有任何 關於UX Design UI Design的 Hackathon 提供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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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分享給我 提供我 因為我真的很需要很多 策略和活動 讓我去練習我的技術 以及放在我的資訊 以至到我有更多的經驗 我找工作也會比較容易 還有我自己 也是想練習多一點 令到自己在這方面 更多經驗 因為其實讀完課程之後 我有基本的想法 也有基本的知識 但我沒有足夠的習慣 其實也挺難找工作 其實我最近有個苦路 我也在想 再開多一個YouTube Channel 或者再開多一個Podcast 是用英文的 在那個Podcast 或者YouTube Channel裡面 主要是去講關於UX Design 我自己的經驗 分享我整個設計的整個process 也分享我的設計 以至我可以 有更多人可以留言 告訴我 有什麼可以更多的更新 還有 有頻道和Podcast 都是找工作的 一個好的Tools 因為 多了這些平台 令到 每個Recruiter 去見你之前 請你之前 知道你的工作模式 你的表達能力 你一個怎樣的人 你怎樣去工作 都會加分 其實這些 我最近聽很多Webinar 都有講這些 而且我也很想那個頻道 是用英文去製造的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在英文方面 我真的很害怕 還有我自己 英文真的很差 我不擅長 所以我很想 亦都透過 開一個頻道 或者開一個Podcast 去練多一些 在鏡頭前面 視像的 interview裡面 就是我可以多練習 講英文 還有現在我在家裡 我除了跟我同學 聊天用英文之外 其他時間我和我老公 都是用廣東話溝通 我自己 都很想找一個地方 我是可以練習一下 講英文 所以 啊 我現在就很苦惱 大家在下面留言 建議一下我 大家有沒有人做UXUI 這行 可以給我一些 意見 那 對了 我還在想 之後 我做好我的Webinar 我都會再跟大家分享 就會成形 當所有事情就是成形的時候 我就很興奮 好了 那我做事先 吃飯的時候再和大家見 哈哈 我最近 如果很餓 我要快速可以吃東西的 就是做沙律 我在Costco買了一盒這些菜 還有一盒的番茄 之後也買了這個 但是這個就這樣 我吃了之後覺得很酸 我今天就想來試一下把它拌蜜糖 我前天就吃了這個麻辣鴨血 就剩下了一些湯 今天用來煮麵 它這個辣 不是說很辣 不會說辣到很痛 然後你吃不到各種辣 是過癮的辣 好吃的 我把它加多一點水 煲一下湯 那我就會吃 這個台式刀上 這個麵真的超好吃 我已經第二包了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湯來煮這個麵 煮完這個 只剩下一個又要去買 吃光了 好辣 鼻子都出汗了 然後我剛才去檢查一下 我的眼線有沒有掉 因為上次就是吃完這個 然後就掉了 但是這次又沒有掉 所以 所以可能真的要再用幾次才可以有 一個很詳細的review 很多汗 好熱啊 那吃完東西之後就繼續做事 我通常做到五點多六點 我就停了 那我那天就完結我那天的工作 我就會下妝 然後做運動 然後洗澡 然後煮飯 這個是我每天的routine 對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vlog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手指 想看今天的影片 記得在這邊的subscribe subscribe your channel 還有最後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回去陪我仔細看 我們下次再見 bye